今天就预约大家带来TVB风声榜 上期视频有没有说到 哪吒在石娘的引荐下受奉将军 奉诸王之命讨伐全人巨人 却不想两军始终没有正面交战的机会 当地反常的炎热气候 也让他带领了商军战力大把折扣 哪吒毕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面临这种状况并一发萧造起来 不止一次对石娘大发雷霆 甚至命人将其暴晒在炎炎烈热之下 好在众人最终等来了一场救命的雨水 大军才队逃过一届 眼下有了充足的水源和粮食 哪吒顺领的军队很快就找到了 犬龙巨人的藏身之地 接下来的事就顺利多了 在哪吒雷震子和石娘的通力协作下 犬龙巨人的部队顿时溃不成军 其首领也死于他们之舍 这一仗胜得实在扬眉吐气 那天晚上包括哪吒在内的所有兵将 都在军营中狂欢痛饮 一直闹到了后半夜才肯罢休 可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梁花的满面愁容 在众多将士的欢呼雀跃中显得优惠战眼 带到夜深人静之时 罗赵等人都醉得不显人事 莲花却不知为何收拾好行李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营帐 幸好石娘尚未入顺 察觉到了莲花的不对劲 一路跟了上来 却发现对方拿出一尺白铃 竟然想要上吊自尽 在石娘的连番追问下 莲花才终于道出了真相 原来就在几天前的晚上 敖炳曾经来营帐找过莲花 不管不顾地倾诉她的爱慕之情 那场拯救了群权的大羽 也是她向龙王三太子敖炳 苦苦求来的 而作为交换条件 她不得不于今晚子时和敖炳成婚 这些天来 莲花始终心事重重 她对敖炳没有八分爱意 但若是再这样滴水不降 哪吒 师娘和十万大君都会在此丧命 而且这件事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哪吒知道 否则以她的吼抱脾气 必然会忍不住替莲花讨回公道 再加上与犬龙巨人交战在即 她又怎么能顾及得了呢 万般无奈之下 她只能选择一死 说到这里 师娘再也忍不住了 她绝不允许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心不甘情不愿地嫁给敖炳 为此 她特意带上了摩家私将 准备给对方一个惊喜 子时已到 锣鼓炫天 吃水打打 倒了血糖 就在敖炳满心欢喜地 想要掀开窍联的时候 师娘的出现 吓了龙王三太子一跳 好在眼前的新嫁鸟 的确是自己心心念念的莲花 可就当她在众人面前谈言 从未喜欢过敖炳后 敖炳却气急败回之下 打算以武力 宁逼莲花成亲 眼看对方人士众多 师娘很快就改变了计策 等敖炳脆熏熏地 准备动荒之时 一揭开红盖头 露出的却是一张苍老憔悴的脸 吓得她顿时醒了酒 原来师娘早有欲谋 让莲花服下了催老药 将其变成了年花垂木 容貌不在的老太婆 师娘料定三太子 只要取莲花 就是看中了她的花容月貌 这才想出了这条妙计 师娘趁机劝劫她 先凡刺骨不能相恋 更何况崔老药 是没有任何解药的 经过师娘一番规劝和恐吓 敖炳果然心生退意 这场婚礼 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基于她所说的崔老药 没有解药 也不过是哄骗敖炳 就犯的尽量罢了 能着睡领的大军凯旋而归 毫不威风 举国上下 接近欢腾 十八岁风降的她 正是展露头角 一起风发的时候 周王甚至命令百官 在盗旁跪影 而唯一不肯从命的 就是礼尽 大王 世间只有子相复兴礼 我是天生天义 无父无物 能站如今身受众王重用 再还是眼高于鼎 周王还恩准她和飞天王 在自己一手信件的九十肉林中 享受穷奢几欲的一命生活 来着他们哪里见过震荡镇长 这九十肉林 已是奢靡至极 周王竟然还命人 将未断乳地生出幼崽 生生鞭打至死 只为了吃到最鲜美的那块肉 对于眼前的醉生梦死 娇涉淫逸 哪吒显得很不适应 可当他看到李静 忍不住冒死境界 却被周王骂了个狗血领头 只好无奈离去 据说李静灰头土脸地合到李府 对师娘的态度 愈发不耐烦起来 哪吒接替自己 大背群人巨人 不顾伦理钢厂 要富贵子 还当着众人的面 说出那番无父母母论 简直让他丢尽了颜面 李也铺李师娘 被气冲冒回房了 好在哪吒并没有 完全沉溺于酒色 当他清醒了过来 才发现眼前的一切 有多令人作呕 担紧找借口出了宫 还不忘将醉得 迷迷糊糊的飞千瓦 一起带了出来 俩人身上酒气熏人 哪吒也不愿去李府 忍受李静南帮人的脸色 更在大街上过了一夜 想起莲花喜欢吃糖葫芦 他还不忘买了一串 时至下一刻 他就倒霉地碰上了 结伴儿行的柳琵琶和小姑子 柳琵琶说得有鼻子有眼 暗示莲花与龙王三太子 暗自苟且 哪吒心思单纯 信以为真 将二话不说闯见李府 质问莲花 有没有背着自己 同奥饼拜堂春清 莲花被暴怒的 哪吒吓得不轻 师娘此刻又不在身边 又生无主地 只知道哭 结果对方以为他真的 被奥饼占了便宜 马夫怒气地 替枪去找奥饼报仇 正巧改善龙猛诞 四海龙王都会在龙母庙 接受百姓们的前程朝拜 可哪吒在那里 并没有见到奥饼 只能和飞天瓦 找了家酒馆喝闷酒 哪知道冤家陆斩 他和奥饼竟在酒馆里相遇了 俗话说 仇人见面 分外掩护 俩人对时纠缠在一起 打得难解难分 奥饼更是气急之下 现出了原形 俩人哪吒 这毕竟是天明神将 很快便站了上风 还一枪抽出了奥饼脊背上的龙筋 我告诉你 今天我只抽龙筋 哪吒只知发泄意识意愤 哪里小的龙筋 是龙族之根本 一旦失去 献命必定难保 等师娘赶到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龙王 敖饼在村庄赶来的龙王怀州 断了气 如今明天大会已经酿成 哪吒和飞天瓦 却忽然不知 喜滋滋地跑出去 游山玩水 乐不思蜀 这三个月以来 为了报复哪吒一家 在陈汤关降下狂风暴雨 百姓们怨声载道 民不聊生 黄炎的帮助下 进入王府工作的杨简 处境也并不好过 黄飞虎为了刁难她 故意吩咐她 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头 煮成鸡蛋 杨简自然不敢懈怠 这些天来 她一门心思地嫁柴生活 不分昼夜的烧水煮石头 就连锅子被烧裂了 也不曾经言放弃 在旁人眼里 格外荒唐的要求 杨简竟坚持了整个21天 其义力恒心 可见一斑 黄炎到日很喜欢为人忠厚 做事她是肯干的杨简 时常不顾自己大小姐的尊贵身份 来找杨简判断说笑 猫种莫名的情愫 也开始逐渐发酵了 黄飞虎知晓了此时候 也不免有些动容 杨简就这样顺利留在了王府 花言不时瞒着父母来找她 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也愈发亲密了起来 但奇怪的是 自从杨简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沾上了五彩神牛的血 总是会迸发出诡异的光芒 所以这而来的 就是一番幻想 这可惜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杨简就会因为承受不了如此神力 而控制不住昏倒在地 近日来 这种情况尤为频繁 杨简每每昏迷之前 都会看到哪吒在幻想中 说出什么肖五还妇 肖乳还母的话来 她实在担心哪吒的处境 几度想要辞宫去昭歌 都被花言拦了下来 幻想终究还是不作数的 但很快的 花言就遇上了更为离奇的事情 她不止一次看见了 一个浑身湿漉漉的少年 目高悠怨地摸向自己 却始终一言不发 花言原本以为 少年是逃亡之死的昭歌百姓 连忙叫来杨简 想要询问 陈南湾和哪吒的近况 但不知道为什么 能看见少年的 没有黄言一人 杨简或其他人一出现 少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花言不稀罕 把一些达官贵胀 也敲不上曲音缝的那一套 自然不认得眼前的这位少年 就是前不久 大胜犬容巨人的小将军哪吒 可他为何会浑身湿头 出现在这里呢 圣经和莲花的出现 解释了他们的疑惑 原来就在三个月前 哪吒有玩儿即行归来 在大殿之上 对时事工人不讳 却偏偏剔除了龙王三太子 与莲花之间的种种 他心里再建筑不过 一旦将莲花牵犬进来 整件事情的性质 恐怕就变了 人们只会哀探他红烟祸水 毁了一代名将 他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 绝不会拖累旁人 哪吒态度傲慢 飞烟跋扈 却丝毫不肯认错的做牌 引来了不少朝臣的不满 可他从始至终都认为 杀老欧比 是提天行闹的大善事 根本算不上犯错 就在禁殿上 动起手来 哪吒的不可一事 彻底惹怒了 唐前会使的王后 忙令其他两位天王 苏户和黄飞户 将其捉拿回去 聊着他们二人 再如何厉害 也抵不过身怀 绝世法榜的哪吒 一杆火箭枪 一直混天灵 并保住了哪吒的性命 却料他还没来得及得意 就被一顶灵龙宝塔 罩了进去 斯塔着实以忠不透 对外唯唯诺诺 对内重拳出击 不管哪吒如何火烧枪批 都奈何不了他 反而被束缚起来 动弹不得 只能在塔内无能狂怒 幸亏李将军有这灵龙宝塔 才能困住这处手 李将的这座副祠子叫塔 据说是柳琵琶 正门从鬼放带回来的 箭塔的密令 也在他手中 哪吒就这样 被关进了灵龙塔 等候诸王回来金字发落 师娘为了见了这一面 她不惜发下尊严 在柳皮疤面前 卑躬屈膝 苦苦哀求 换来的 却是对方的幸灾乐祸 师娘正好咽着头皮 找到了王后寻求帮助 好在王后 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看在他私子行窃的份上 魄力允许他 入塔探望 面对师娘的一番口心 哪吒却丝毫不肯领情 对待其娘的态度 拥救恶虑 太痴青落小地以为 只要诸王回来了 就会放自己出塔 为了保住哪吒的性命 师娘戴金结律 四处求情 眼下四大天王中 唯一没有表态的 只剩下了李靖 对于多年发心的百般恳求 他内心也很是矛盾 可身边的柳皮疤 一时小兴子 他就什么事都顾不上了 柳皮疤的一通撒娇和诡辩 让李靖自有所悟 自日上朝 西伯侯三人 都言辞恳切为哪吒求请 唯有李靖 急出了意义 为真恳请大王 依法处置 师娘的无礼哀求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为了防止哪吒 这群就逃狱 周王甚至听从断柳光的建议 狠切穿了哪吒的琵琶骨 念其武功尽失 师娘怎么也想不通 同样为人父母 为何李靖 贵得哪吒如此觉醒 若说从前 只是于忠于先往 生怕哪吒 在如梦间中所言 失去灭伤 这倒也罢了 可如今哪吒 明明有机会活命 他作为父亲 偏什么还能无动于衷 将亲舍耳自 推向死路呢 面对师娘的声声质问 李靖无可辩驳 却终究还是不发一眼 甩手离开了 却说那龙王孙太子死后 一缕怨气 始终不散 在沉藤关境内 降下暴雨 日日在昭歌以待悲悯 杨杨要向哪吒 报仇雪恨 师娘不顾一切地 找到了敖饼的一丝冤魂 答应会给她一个交代 此后的几日 仍旧言语绵绵 空气沉闷的 几乎令人窒息 失魂落魄的师娘走在街上 却隐面撞起了 柳琵琶和小姑子 两人冷愁热讽 洋洋得意的模样 深深刺痛了她 我就说 可死了活该呀 师娘抢到令奇后 第一件事就是 解开了玲珑宝卡的封印 不由分说地 将哪吒揪了出来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个灰症 父母之爱子 必为极迹深远 因为多年前不得已地抛弃 对儿自始终心存愧疚的师娘 如今却要很下心来 对哪吒动手 内心该是怎样的痛苦与折磨 遍体鳞伤的哪吒 被随后赶来的李静等人 押回了玲珑塔 先生想他宁死不肯低头 竟凭着最后一丝力气 逃了出来 用周王所赏的美誉 点荡了钱财 为自己买了一口棺木 哪吒方才的一举一动 全都落在了莲花眼中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默默地跟在身后 目错那个勾搂 却倔强的背影 入夜后 终日不休的大雨 终于按下了暂停键 哪吒望向熟睡的莲花的眼神 温柔且悲凉 骨血还父母 患得一身轻 天下间 只怕再难有如哪吒这般 桀的反骨少年了 为了保住哪吒的三魂七魄不散 莲花就这样一直念着 一直拼命全力地拖着哪吒的棺果 一步步地艰难前行 直到遇见了师娘 不久后 与杨见冲讽 前面我们说到 花言曾经见到过哪吒的魂魄 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眼前 又有第三只神眼的杨简 却什么都看不到 自从师娘和莲花来到皇府后 哪吒的鬼魂 就出现得愈发频繁了 似乎有什么话想和他们说 但奇怪之处在于 每每莲花和师娘在场的时候 她就会无缘无故地消失 因此他们始终不明白 哪吒究竟想要写些什么 花言日和杨简在一起 反而引起了黄夫人的怀疑 也为他们俩的商量着私奔 正门带人前来问罪 结果好巧不巧地 再次吓走了哪吒的鬼魂 像黄夫人 这师娘还有些印象 这听说了哪吒的事情之后 也是没有同情 这才将一场天大的误会 消解于无形 现在看来 让哪吒再度现身 恐怕是行不通了 昔日黄飞虎的恩师 云中子道法高深 如今隐居在中南山 不问世事 讨论师娘能够求得 子人的元首 哪吒就还有得救 中南山是西齐 五大仙山之一 转转山上住着不少莲偶精 替师娘引路的管家 就碰见了一只 手起刀落 将其砍成两半 莲花却不染 于是一路指引二人 到了云中子隐居的地方 正如华夫人所提醒的那样 这个云中子道长 的确脾气暴躁古怪 她一听说师娘想救的人 是哪吒 想一不想 就毁绝了二人所求 原来云中子不过价值一算 就算出了哪吒 先前的所作所为 她最厌恶的 就是不忠不孝 还不爱惜生命 自毁身躯的人 可她再如何牧师心肠 面对师娘的百般央求 也不免有些触动 因为师娘等人 指了一条迷路 只要他们在哪吒 魂魄魄魏散之前 建一座哪吒庙 小人间香火 争了三年之后 哪吒就可以魂归肉身 再度复活了 经此一事 哪吒终于理解了 师娘对自己的良苦用心 在侯夫人的权利相帮下 哪吒庙很快便 相互鼎盛了起来 至于被关在塔里的飞天娃 由于西伯好多多番求情 最终被平安放了出来 改名为类阵子 眼下大伤外 有礼径平乱 内有笔干等一众忠臣 稳定朝政 咒王便越发欢迎无道了 甚至还在伊丽区女娃庙 拜神祈福之时 叛恋女娃娘娘向的美色 在庙里提了一首诗 其中尽是对女娃的吹奸与亵渎 他又如何知晓 此举可使得上当树袋国君 披死打下的江山 一招覆灭 而气数剑销的开端 却使咒王见到的一幕海誓蜃楼 回音后 咒王对海誓蜃楼里 显现出的两个绝世美人 始终回前梦影 不能自已 勒令李静和柳琵琶 放下一切国事 务必要找到两个美人 他们又哪里会知道 这往念念不忘的两个美人 此刻正在稀奇 他们每次翻周有虎 都会引来一众男子驻足观看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杨检自然也不会例外 不过他作为哪吒的好兄弟 钢铁直男军团的右翼员猛将 只知道所谓的家人言如狱 此外却再无印些心思 更不明白好言 为何会约子吃醋 杨检到底比其他人开窍晚 哪里懂得钱爱的滋味 直到这一天 华府突然开始张灯挂彩 似乎是打算办喜事 杨检父姐的询问了一圈 终于从黄飞虎那儿得到了答案 小姐就快要出嫁了 还故意将整理披离的任务 交给杨检父子 看到门口的琳琅满目 堆金迭玉 杨检终于应急了一回 没过多久 杨检就被追了回来 华夫人本想劝他两句 华飞虎却懒得再多言一句了 就算华言不肯就范嫁人 他也会将其五花大宝 送人花轿 至于杨检的坚持 黄飞虎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既然他执意想破坏这门亲事 又自称食粮巨大 那就不如和食干人品饭粮 杨检的饭粮再大 吃到后面也开始力不从心起来 而眼前的这一幕 被好不容易逃出闺房的黄言 看在眼里 黄言虽身处富贵 身上却没有半点任性骄纵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识相知 他早已对杨检情断深重 宁死也不肯顺从父亲的命令 黄飞虎被气了和人发抖 忍不住狠狠甩黄言一巴掌 定言言他若是敢忤逆自己的命令 称当黄家从来没有过这个女儿 然而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和亲爱之人在一起 即便被亲生父亲扫地出门 他也绝不妥协 杨检和黄言就这样被黄飞虎 狠心赶出了家门 幸存师娘和莲花的照顾 黄言还在黄府当大小姐的时候 从来都认识 忍不沾阳春水 眼下失了娘家依障 却毫不交集 无论什么事都会亲力亲为 杨检做事也比旁人情分百倍 两个年轻人的日子 过得虽然辛苦 倒也怡然自得 黄飞虎夫妻俩 有时放心不下 偷偷前来茅屋探望的时候 也总会听到这样的对话 但事实上 杨检和黄言的日子 过得并没有这么惬意 所谓的大鱼大肉 山珍海味 只不过是两人苦中作乐的 一种方式罢了 渐渐地 小两口的日子 却开始举步威奸起来 杨检被一大帮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猎人 抢走了地盘 打回来的猎物 肉眼可见得少了 花园亲手之旧的仇断布料 也会因为其他人的 对意竞价 根本卖不出去 杨检被一系列的反常之士 瞪得满头雾水 聪慧如花园 却早已猜出了幕后主使 正是她的父亲黄飞虎 黄飞虎为了逼花园回去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黄夫人总在一旁苦口相劝 却始终念不过夫君的脾气 与此同时 李竞和柳枇杷奉中王之命 前往西齐 寻找海石山楼中 出现的两位美人 恰巧遇到一个平平孩子 误闯进来 从村民们口中 李竞大概知晓了事情原委 近几年来 西齐新建了一座哪吒庙 据说是最灵爱不过了 因此即受当地百姓的重逢 庙里总是摩肩接种 香火鼎盛 而且庙柱 正是许久不见的殷师娘 她也不可在此耽误行程为由 拦住了准备带人去追师娘的柳枇杷 话虽如此说 她前脚刚安抚好了柳枇杷 后脚就瞒着所有人去了哪吒庙 与师娘见了面 在哪吒阶身面前 李竞终于放下了生父的身段 算是接受了哪吒这个儿子 两人做了几十年的夫妻 前一只身后 哪里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情意断绝的 李竞在朝中憋却了这些十日 有些话只有在师娘面前 才能毫不顾忌一吐一块 师娘也随即问起金渣木渣的情况 两人聊得十分投机 李竞近日的异常表现 自然逃不过柳枇杷的眼睛 她很快带着小姑子和一队人马 趾高气昂地找到了哪吒庙 师娘明白柳枇杷来者不善 当起就要赶他们离开 谁知对方变本加厉 还酱言要拆了哪吒庙 两人顿时动起手来 方才发生的一切 都被附在金身上的哪吒看来严厉 贬看三年之期将近 如今今生已岁 功亏一聩 看了魂魄 在怨恨的驱使下现身 在柳枇杷和小姑子身后穷追不舍 还出手打伤了 被吓得魂魄附体的柳枇杷 没想到这一幕 恰巧被赶来的李竞撞见 二话不说 将哪吒的魂魄 强行关进了玲珑堡塔 幸好师娘及时赶到 搅回了玲珑塔 才保住了哪吒最后的一缕魂魄 开塔的令旗 还在李竞手里 无论师娘如何哭哭哀求 对方都如同执着网闻 李竞终究还是交出了令旗 扶着受伤的柳枇杷离开了 但哪吒尚未想念三年香火 精神一旦被毁 红磨很快就会随后消散 为了救回哪吒 莲花拼了命赶去中南山 找云中子求救 下好一切为时未晚 等哪吒再次清醒过来 再发现自己的一缕残魂 被云中子放入千年莲子中 只带莲子发芽开花 找出莲藕 它就可以凭借莲藕之身复活了 这一年来 师娘依照云中子的吩咐 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每日每夜地陪在哪吒左右 而是时常下山耕田种菜 让哪吒在岁月的魔力中 收敛浮躁 学会忍耐 好在哪吒不负众亡 在经历过这么多事之后 少年悉性特有的张扬巨傲 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身上的暴力之气 却早已消散如烟 对师娘的态度也孝顺至极 杨简和黄眼 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师娘的见证下 举行了简陋的婚礼 牵挂着女儿的黄夫人 背着黄飞虎 偷偷跑了出来 仰寒热泪地 接了小两口凤的镜茶 在此期间 雷哲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莲花 她醒来后 一直没有见过莲花 唯唯问起 云中子不是含糊其词 就是特意插开话题 更奇怪的是 自从莲花不见踪影 她身旁就出现了一只漂亮的蝴蝶 寒蓝鼠网从未撅起 总是默默地陪在她身边 实际总算到了 在云中子的权利施法下 雷哲果然凭借千年莲藕 化为人参 这可及身体 依旧如莲藕一般僵硬脆弱 而且已经法力尽失 只有击满十方功德 才能恢复削弱之躯 这么久以来 哪吒终于心愿得偿 她再次问起莲花的境况 云中子却支支吾吾了半天 解释说 是女娲娘娘收莲花为土 三年之后才能与她们相见 哪吒他们感激云中子的元首 对她的话更是深信不疑 却没有人注意到 对方提起莲花知识 眼神中透露出的一丝心虚 难道事实 便非云中子所言吗 梁花究竟去了哪里呢 不管怎么样 哪吒与师娘母子重逢 自是其乐融融 岂不自胜 可杨茧却遇到了另一大难题 这些时日以来 黄夫人时常背着黄飞虎 偷偷前来看望他们夫妻俩 她虽说不嫌弃杨茧出身低微 给不了黄炎荣华富贵 但每每看见 自己真知如宝的女儿 为了生计 不得不做种种粗活 心里多少还是会难受 于是黄夫人 私下找到了杨茧 推荐她去济州投军打仗 到时挣得公民 一锦还乡 不仅可以让黄炎过得更舒坦些 说不定还能缓和父女俩的关系 战争并非耳戏 杨茧和黄炎新婚艳儿 如今却要骤然分离 再见面不知何年何月 两二一合计 原本是怎么也不肯的 直到杨茧半夜醒来 看见的却是黄炎挑水洗衣的忙碌身影 等做完这些粗活 她才捏手捏脚地回到房内 眼前的这一幕 深深伺候了杨茧的心 为了不让黄炎继郁受苦 她终究还是下定决心 只为依照黄夫人所言 前去济州从军 但她不知道的是 黄炎此刻 李靖有了身孕 划分两头 奉赵王之命 寻找两位美人的李靖大军 也见一路上有关 那两位决策加厉的事迹 不是寒酸 就是年醋 甚至有一对曾经要好的亲兄弟 仅仅为了再美人过疆 而大大出手 可见其姿色出众 流出多少风波 李靖有此认定那两位美人 只怕是将来的红颜祸水 当即焚香助导 请出中剑 将其斩杀 涌出后患 而此时此刻 被众王魂牵梦营的两个美人 还全然不知他们的角色容貌 竟会为自己带来灭点之灾 这一次 她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和妹妹一同出来游玩 谁知道 却被李靖的中剑盯上了 寒光淋漓 冲着他们而来 没想到女娃金身 竟发出耀眼镜光 挡住了中剑的攻击 中剑回音之时 这脚被柳皮发看见 对李靖 难免又是披头盖脸一番指责 却说达姐和妹妹回到苏府 也没能逃脱被惩罚的命运 苏护不仅让人责打了 照顾达姐的下人 她狠心命令手下 以加发处置她 打了整整三十藤鞭 受过恩惠的奴仆们 都不忍心加以重心 父亲自小对自己的严加管教 并没有蒙面达姐的脾性 把她变成一个逆来失色的小羔羊 只是苏护怎么也没有料到 李靖他们率军 寻灭了整整一年 却始终一无所获 柳皮帕为此这夜焦虑 李靖自始终贞为果 对于寻找美人一世 多有懈怠 她却比任何人都了解 招更那位大王的暴力脾气 卡尔大军两手哐哐回去 周王几会放过李靖和李家上下 事实证明 柳皮帕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周王一听说李靖没有找到美人 顿时不然大怒 竟不留情面 将其贬为马仙祖 与金家木渣一起 看守城门 恰封此时 邓九宫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她经过多方探查 终于找到海市圣楼中的两位美人 正是季州侯苏护的千金 达己和宁香 周王闻之大喜国望 立即派邓九宫前去输巾 为防苏护仗着兵侠马撞 行兵造反 她拿出了先往留下的飞龙斩将刀 命花飞斧 即刻率精兵前往季州 一旦输心不扯 便是两军交战 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为了替李靖将功属罪 又琵琶 自认起命同行 杨锦在红夫人的劝导下 决心前往季州入伍从军 德政和师娘也跟随在侧 甚至他们刚到季州递解 就正好遇上了苏护麾下五虎将之一 邓禅玉将军 好绣球招亲 有缘接到绣球的人 不仅可以终身荣华 还能因此被保健为季州营副将 此言一出 底下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 不过他们还没高兴多久 就被那位邓柴玉小姐抛出的 重拿五百斤的铁锈球 搞得鼓不堪眼 姜无一人乱将其抬起 巧就巧在 杨锦正好路过 看到一个大铁球 打在路中间 以为是没有功德的人扔在这里 于是便晚袖上手 将铁球抬了起来 引到路边 接下来的事儿 却出乎了她的预料 人们纷纷向台贺喜 一个自称是土行孙的男人 不顾杨锦再三解释 自己已有婚事 不由分说地 把她伸来一样拽进了洞房 你在去干什么 你怎么突然冒出来 想吓死我 原来眼前这位身着嫁衣的女子 她就是苏护手下的女将军 邓柴玉 但实际上 邓柴玉也不希望 自己的未来夫婿 是她这样容貌古怪的粗汉子 要不是她师父掐指一算 说什么搬着洞铁锈球的男人 就会是她的城楼快去 邓柴玉怎么都不会将自己的终身幸福 交托在这样的人手上 两人就此时交换了意见 并迅速达成了一致 反正双方一个不愿娶 一个不肯嫁 邓柴玉干脆敲交换来师兄组乡孙 趁着私下无人 利用她的遁地之术 但杨简离开 还警告她 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近日招亲之事 告诉别人 杨简一向老实忠厚 扮演别人的事 绝不反悔 连德杖和师娘追问起来 也没有透露半句 眼下战火一触激发 德杖和杨简 他们却在季州 见到了一个老熟人 雷震子 没想到西伯侯纪昌 当初为其秋情 被放出了领境的玲珑宝塔 还将她守为自己的 第一摆了一子后 竟会在季州军中 当上了小将军 经历三月时隔多年 再次重逢 当然是喜不自胜 但就当杨简发现 季州营的主将 就是之前差一点 和她拜堂成亲的邓禅玉 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而邓禅玉一看见杨简 就会想起哪个荒唐的婚约 心下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并打破她和哪吒脸上去打京了 哪吒脸反倒于自己 能为打清兵 不能上连杀敌 被国立功 对邓禅玉更是满腹怨言 好在石娘时刻在身边劝解 才没让她再次走上歪路 与此同时 华飞虎已经濒临季州城下 虎视眈眈眈 脸震已带 邓九宫带着风后的片礼 舔着一张小人得正的嘴脸 前来说亲 苏护剪辑七宝后的主妇 只能再三委婉拒绝 既然谈谴不成 双方就只能兵戎相见了 华飞虎和苏护 顾念苏护是一代忠臣 严谨手下的人乘胜追击 更不愿轻易拿出 赵王赏赐的斩将刀 对苏护下杀手 乃志柳皮带求生心切 竟派遣金扎和木扎 趁夜潜入济州城打谈军情 结果不慎 被巡夜的哪吒等人 逮来个正着 两兄弟许久不见师娘了 此刻将心中的苦水 一股脑轻倒了出来 师娘却显得有些犹豫 还劝金扎兄弟 再且延忍一段时间 自日在阵前 所以乘胜追击 他趁机出手偷袭对方 幸亏土阳孙及时赶到 利用盾地术 救走了邓柴玉 双方兵将 顿时陷入混战中 师娘和雷阵子 很快就和哪吒他们走散了 杨检出来乍道 空有一身满力 却不会死毫武功 哪吒重生后 身体极其脆弱 怎么能抵挡来世轻松的敌军 等师娘和雷阵子 好不容易冲破人墙 找到了哪吒他们 却不由得大监失色 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的 师娘能突然发狠 让柳琵趴一时难以招架 只能灰头土脸 连连败退 刚刚才吃了苦头的邓蝉玉 就这样白捡了一场胜仗 不过事实却是 来着和杨检根本没有受伤 若非如此 师娘又怎么会放下一切顾虑 对柳琵趴动手呢 就算前线这边取得一时之胜 可两军交战 苦得只有贫苦百姓 打击眼前这些时日以来 战场之上死伤众多 百姓们也是慌慌不可终日 再这样下去 激州迟早成仙人亡 为了大局着想 更为了激州承担无辜平民 打击愿意牺牲自身 换取庭战 他还天真的幻想着 到了昭哥 就可以规劝昼王 当一个还明显得的好皇帝 却从未想过 自己所谓红牙厚水的命运 此刻才刚刚拉开帷幕 打击和妹妹凝香 的安排入宫 需要三日后摘见沐浴 才可以与昼王相见 他们自小被疏忽 当作掌上明珠 点案飞场 南里建国宫中 这样大的阵长 这样繁琐的规矩 后宫的几位嫔妃 嫉妒他们的美貌 表面上互称姐妹 假意客套 实际上 却将二人当作眼中钉 在弱大的神宫之中 人人皆是笑面虎 唯有打击姐妹俩 蒙然不知 王后对她们 到处宽容有加 她还注意到打击 喜欢自己豢养的小犬 便慷慨地 将其拱手相让 打击生了一副 轻锅轻成帽 一颦一笑 都足以恋人昏迁梦义 即便是来往 撒扫的示威太监们 见到她的模样 也会不由自主地 多看两眼 十有工人 为此耽误了差事 近日被掌视公共责罚 姜桓 就是其中之一 打击一向心思纯净 对待下人 也从未摆架子 耍威风 姜桓受罚后 她日夜内疚不安 亲自送离药过去 却没想到自己的一番善举 就会为以后 买下货根 三日之期 马上就要到了 赵王恨不得立即入夜 好快一点 见到她牵肠挂肚的美人 于是平日 变成断牛共魔法 打几的灰眸一笑不生花 谁料心魔后 对知了打几姐妹 被赵王接见宫中 分为贵妃仪式 立即联想到她多年前 所占的挂想 身据惶恐之下 她开始四处联络朝城 只没向赵王 冒死惊剑 即常找到李静商因此事 换来的 却是对方的犹豫不决 在家少柳皮帕和李家人 明理暗理 还傻摄影 只好无奈甩秀离去 现今整个李家 都要仰仗她 李静即便身为一家之主 也不得不对 柳皮帕言听计错 却说西伯侯离开李府后 与次日上朝之时 提起她昔日为打击不过一挂 一旁的几位嫔妃 见此形状 纷纷提及自己 总是梦到打击后乱朝纲 对于其常他们的见言 周王只觉得荒谬 让西伯侯当体再沾一挂 倘若真的灵验 他就一眼将打击送入冷宫 西伯侯为言 气定神仙起的一挂 随即告知周王 今天此时 玄元殿必定欺负 周王顿时洋洋得意起来 他问过星天见 今日万里清空 绝不会出现雷光电火 这样一来 杜绝了自然欺负的可能 只要不让任何人接见玄元殿 不许点逐照明 生活煮饭 西伯侯都挂下 自然就会落空 周王自然安排得脱索荡荡 他实在挂念着 打击姐妹的角色如貌 说什么 都要赶在此时之前 见到他们 哪怕只是偷偷看上一眼也好 邓九宫向来是周王身边的得力之人 为了奉承巴结 什么办法都敢想 竟然把周王 打扮成了普通工人的模样 牵手轻脚的 踏进了达起沐浴的宫殿 果然如愿目睹了 两位贵妃公寓的美景 结果却不小心 打翻了屏风 桂坊小贼 竟敢偷偷闯进后宫 你给大王逮到会抓去斩啊 来人啊 贵了邓九宫反应的快 赶紧拿出火折子 照亮了面口 让打解他们看清楚 真可惜周王 还没来得及多看一眼 就被电外操打的脚步声吓走了 不管怎么说 他们今夜来得不虚此行 周王终于得见他牵挂多日的美人 谁知子时刚到 去听外面传来异想 既是宣言殿那边走了水 既说火势不响 还烧伤了人 西某侯的先天眼挂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应验了 朱晨趁机再次跪求周王 希望将打击 打入冷宫 勇绝后患 可周王如何舍得放弃心爱的美人 又是不留情面地 拨回了西某侯等人的请求 人人今夜宣言殿无故起火 是源自苏打击这个妖孽 祸水身上 然而事情的真相 却是这样的 周王力排中意 将打击盛装打扮 送进了自己的寝宫 昨晚遥遥一见 他早已信仰难耐 而此时此刻 店外乌鸦鸦跪了一大群人 恳请周王以设计为重 废数打击 打击实在不明白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才会惹出这番祸事来 就连仇中最宽厚的笔干 都竭力反对他得仇 周王也被众人扰得心烦意乱 第十没有了想了心思 结果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十一再三后 将打击送去了冷宫 妹妹凝香 则留下来为其事情 前日打击 还是尊贵无比的苏贵妃 此刻却沦为冷宫之人 后来邓九宫告诉打击 太和胜虐正隆的凝香 云尼之扁 只怕是姐妹情义 荡人无存了 可打击怎么都不敢相信 好了 以上就是TVB版 风声法 第十一 早二十集的全部内容了